我替国家唱了歌 我就 她不是唱国庆的吗 为什么这样 说一下大家好 我是Janelle胡逸诗 期待了一整年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国庆庆典2022的表演现场 在表演开始之前 让我们和参与演出的朋友们聊一聊 Let's go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这季节目的主持人 好 这样 Vish you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actually I've not had this experience before I was coming out to the float at Marina Bay expecting to float a little bit but it's pretty steady it's float not giddy righ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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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sickness at all man so well done engineers no but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 energy of the crowd the screams the cheers and like the p5 kids one firework I miss that so much enesanly yes also because this is our final time getting to celebrate verse YouTube at the Marina Bay float 大家好 我是刘铃铃 我叫是个谁 谁 个哇 个哇 我刚才看你走过的时候 就是这个头饰 因为我代表歌台 所以歌台本来就是要有这样 要不然怎么称得上歌台呢 歌人来了 来了 嗨 大家好 我们是 麦克特拉 麦克风 我们会唱我们自己的原创 《We are a symphony》一首歌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叙述着 我们过去这两年非常地辛苦 可是我们有团结 才能够渡过整个难关 然后这也形容着 我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的精神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贴切的 是因为你们会喜欢 3 2 1 Make some noise 我一直在观众的表演 我觉得最低级的热情时刻 是当歌手组 把他的鼻子放在空中 没有压力 对 没有压力 每次他遇到它 我会觉得 好 成功 我必须说 红蟋 看到他们在身边 真的不同 当时他们开始跌倒 你会觉得 是真的会发生吗 他们每次都会跌倒 每次都会有变得 并且有变得 每次都会有变得 有一个特别的渠度 是有一个特别的渠度 你会最期待的渠度 是有一个特别的渠度 有什么大型的表演 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站在新加坡最大的庆典 我觉得是一个猫砖 所以这次我们因为是A3 已经是天黑了 所以又没有大太阳 然后我们又不用跳舞 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不用流汗 我的个人最喜欢是 其实是获得一个机会 去到站里 和一些观众的合作 那是非常漂亮的 我会说 你的健康联系统员 真的被刺激了我 这整个短片的概念 也会参加所有人的故事 我每次都停止 每次在演讲 我都在一边 那你们知道 你们要在国庆庆典上表演 给全国观众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的 很大的荣幸 你觉得很荣幸 我是觉得我的责任又加重了 从这以后 我替国家唱的歌 我就不能乱讲话 严谨席子都要归归正正的 不要做那种 他不是唱国庆的吗 为什么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 我觉得每一个艺人 都不要放弃自己 能够来唱 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第一年 这里也是最后一年 所以 初中复杂的感觉 你刚才提及到 这一年是最后一年 有些的兴趣的地方 在那里 我认为这也是 什么演员 和团队的背景 其实做的 也就是什么 你们作为观众 也就是什么 可能我们可能 不会在这一段时间 但我认为 节奏会继续持续的方式 但我还可以等待在N.S.S.园 因为在Padang和国际公园 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别骗我错了 但是热红和红蝦 你不太能看到 Padang在这里 那你们在这里表演的时候 最喜欢的项目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吗 我们的 我们很自恋 对 很自恋 这个观点很独特 我们在舞台上看观众的视角 是非常有爽感的 其实也是最终的 因为我们全部就会站在一起 就有舞蹈这样子 所以有那个融入感 有没有 刚刚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国庆五专示范 还有看到艺人朋友们 尽情地表演 团结一心 真的是感动望分 而且感触良多 没有想到最后还会落泪 你们有什么想要对新加坡说的吗 大家要努力 健康 自己照顾 全部的人都会看到曙光 明天会更好 你们有什么要说到新加坡吗 好 新加坡 祝福生日快乐 我没有认识你会做这个 我没有认识你会做这个 我们真是在场上 对 祝福生日快乐 喜欢我们的视频 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讯息 视频不露看